国立动靠大学创新育成中心在芙蓉饭店举行了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趋势论坛 让商品走出花莲国际通路拓展实物 现场许正位在县政府明镇处长明良哲理及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总干事张福斌的配同之下 到场支持花莲青商业者 而借由国际通路的拓展从产业辅导的操作方式 勇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销售通路让世界看见花莲 现在许正位表示花莲政府与民间近年来不断累积创新与创意的相关能量 从小学的小论文比赛开始 从小开始学习逻辑思考团队合作 到大学时期今年梦想家与地方产业合作 我们更要做的是什么 让我们走出去 让花莲走出去 让世界走进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现在增加了我们海外的班机 争取了香港航线1211开始重新复航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从8班的国内班机增加到28班 就是希望旅行业或者是其他的工商业 能够运用我们这个是更加的稳定的航线 让他没有后顾之用 所以就是不断的让多元的交通 多元的能够进到花莲来 然而现在我们要做的这几年 我想今天这里有好多的农佑 毕将军或者是我们政绩生都在这里 这几年我们去东京去新加坡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物产走出走向世界 世界太景观了 近年来政府政策推动 创育机构转型加速辅导地方企业 并且借由投资资源导入 商品销售通路拓展国际 整合创育生态系的能量 协助地方业者 欢迎政府透过产业大联盟 整合厂观学演的能量串联合作 为地方产业发展 能够导入更多的创新思维 记得订阅华转播剧场